在自然界 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单元相互交接的地方 往往存在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奇观意境 这里是黄河与它的一条支流交汇的地方 两条河流一黄一绿 一青一浊 坍称奇景 但你一定想象不到 碧绿纯净的那条 才是黄河 在这片水域 黄河平静安宁 碧绿清澈 与浑浊汹涌相去甚远 这究竟是为什么 答案就藏在这片山河之中 当黄河从青藏高原奔腾而来 它的大部分河段都是清澈的 直到进入黄土高原 遇到了一条重要的支流 陶河 陶河绕过黄土台园 卷着巨量的泥沙奔远 翻过 在甘肃省临下回族自治州境内 一头扎紧黄河的怀抱 也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一面 站在这里 我仿佛一脚就踏入了两大高原 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黄河进入黄土高原的第一站 甘肃省连下回族自治州 也是我今天想要带你去了解的 一片神奇的土地 从6500万年前起 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发生碰撞 引发地壳挤压与抬升 青藏高原开始隆起 并且由此阻隔了印度洋的水汽 此后数千万年 亚洲内陆日渐干旱 特别是从约2200万年前起 自西向东吹来的风沙 在中国内陆逐渐堆积成黄土 形成了今日黄土高原的处形 它的平均海达比青藏高原低2000多米 属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 而临下正好处在两极阶梯的过渡地带 黄河离开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 从这个落差极大的阶梯上披山开岭 奔向人烟更加稠密的黄土高原 可以说黄河之水天上来 却从此处入人间 由于地处两极阶梯的交界带 整个临下地形犹如一个倾斜的盆地 海拔落差将近3000米 地表分布着163座较大山林 和10823条大小沟谷 其中东边的永静广和东湘三线 靠近黄土高原 有着西北大地的粗广豪迈 黄土层动辄可达数十米 向南直线距离仅仅60公里 坐落着西秦岭的渔脉太子山 它横跨临下 河正与康勒三线 水源丰富 植被茂盛 一片生机勃勃 而位于青藏高原边缘的基石山线 则高寒阴湿 境内的山峰中年积雪 临寻冷翘 气势逼人 几乎每翻过一座山 你都会看到不同的风景 而临下的总面积 只有8169平方公里 仅占甘肃总面积的1.92% 很难想象 这样狭小的地域 却拥有如此多久异的风景 不仅如此 板块交界地带 剧烈的地壳抬升运动 更是惊动了一亿年前的世界 在我的身后 是一大片的恐龙族蚊群 这些1亿年前的庞然大物 留下的痕迹 十分完整地保留到了现在 它的大小和规模 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十分罕见 这表明这里曾是恐龙的天下 在1亿年前的白鳄级 青藏高原尚未隆起 临下还是一片森林繁茂的湖泊洼地 大量的恐龙在这里生息繁衍 留下足以为 然而今天 我们只看到了那个世界的灵星痕迹 我身后的这片山脉就在恐龙脚印的不远处 它的下方是红色的岩层 上面却是黄色的 它们中间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分界界 在这条线的下面 是一亿年前的河底泥沙 而这条线的上面则是青藏高原隆起之后 锋利卷来的黄土 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临下这片土地上 发生过多么剧烈的变化 这是一片历经动荡撕扯的大地 自白厄级以来 交叠形成的红色岩层时隐时现 河流侵蚀而成的深谷沟壑 就像刻在皮肤上的皱纹 让我们可以想象那个遥远的世界 不论是恐龙脚印还是古生物化石 保存都极其困难 然而这些古生物遗迹 在临下境内却多达一百余处 其原因至今未有定论 这使得临下全境 犹如一个充满谜团的地质公园 不断被发掘出的生物遗迹 记录着这片土地 曾经历过的沧桑巨变 而这还不是全部 最让人称奇的是 在永靖县周边的黄河峡谷中 上百万年的风化与流水的侵蚀 将这里雕筑成丛丛实力 远看像是造物主肆意描摹的一幅画 近看却是刀销石刻 更加精妙的是 在这段峡谷的幽深处 隐藏着一处珍贵的文化遗迹 丙龄寺石刻 它有裸露在岩壁上的大大小小216个枯刊 800余座造像组成 最早的可追溯到魏晋时期 它们造型百态 色彩丰富 神态庄严而又安详 从魏晋时期开始 丙龄寺石刻就先后经由 枪族 显卑族 汉族 藏族等民族 共同维护和扩展 这才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这座传承千年的巨型石刻 它们的色彩和造型 出自多个朝代 多个民族匠人之手 犹如凝固的神灵 矗立在崖壁之上 漠然凝视着黄河千百年来的温流 以及这片土地上 往来星体 交融碰撞的人间万象 这是一块动物的骨管 大约只有成年人的大拇指那么长 厚度接近三毫米 上面刻有细密规整的纹饰 代表了四千年前的 奇佳文化中 古气加工技术的高超水平 除此之外 这里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 有的气形智着 天真可爱 有的纹路奇妙 美学造诣极高 尤其是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彩陶之王 它是马家瑶文化的代表器物 其中的波浪是漩涡纹 仿佛是黄河的文滚波涛 而这些均出土于底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奇佳平遗址的核心区域 这里很容易捡到大大小小的陶片 像我手中的这个绳门陶片 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古人 是用绳子在软陶上面压出来的纹路 它既美观又防滑 还有我手上这个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这个陶片 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耳饰 这个耳饰呢非常的简洁光滑 当时的古人呢已经拥有了比较高超的加工技术 坐落在黄河岸边的林下 五千年前就已经有大量先民再次活动 他们所留下来的史前文化遗址被发掘出了八百多处 除了数不清的玉器淘气之外 还有中国迄今出土最早的青铜镜 最早的青铜刀 这些全部出土自林下 种种遗迹的发掘都表明了 林下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壁之一 今天的林下 已经成为一座融合各民族特色风情的西部城市 它与这些古老的文明一样 基居在黄河和它的支流旁 我身边的这条大夏河 就是流经盆地腹地的一条黄河支流 咱们林下的这个下字 就是大夏河的这个下 正是因为大夏河的不断冲刷沉积 形成了现在的河谷 而河谷正是孕育人类文明的舞台 从汉代起 中原通往青藏西域 乃至中西亚的商流 大多经过林下 被我们称为丝绸之路的古商道中 林下是重要的疏念 今天的林下回族自治州 少数民族人口占据了全州的60%之多 除了回族以外 还有东乡族 保安族 萨拉族等40多个民族都生活在这里 西部民族与中原民族在这里混居 通婚 交流 超过千百年 让这里的民族文化兼容并蓄 自成一派 走在林下的街头巷尾 你会发现多元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它是具体而生动的 比如林下的建筑可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一些建筑继承了中原汉族房屋的庄重规整 而局部细节上 往往融合了西部民族的各色元素 房顶通常铺满了艳丽夺目的彩绘 还吸收了回族构图的密铺饱满 又兼有藏族配色的大胆和奔放 但最重要的 还是我身后的这座砖雕 它的细节丰富 记忆高超 就像在砖上画画一样 匠人们在青砖上雕筑出亭台楼阁 山水花槽等意象 其记忆之高超 如同在宣纸上泼墨一般 挥洒自如 而木雕与砖雕则互相借鉴 采用相似的手法 将不同的构思地区 再现于木桶或青砖之上 不难想象 这种独特的建筑风格 出自许许多多来往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共同的首帝 于是多元不止被刻在大地上 也被刻在了人间烟火中 而不远处 那条流淌了数百万年的大河 就如同天地刻刀一般 在漫长的时光里或大刀阔斧 或细腻温柔地雕刻着这里 我们看见 在山脉深处 自然风光密集而久逸 在峻岭之中 悠久闻名静蜜而夺目 在大河之上 滔滔奔流 也被人们在今天 以智慧转化成西北诸省的动力之游 我们可以预见 在未来 这片土地 终将和创造它 养育它 改变它的黄河意气 流向更加璀璨的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